2月9日,湖北武汉,一对夫妻在地铁上因拥挤碰撞,与一位女子发生摩擦推丧起来。 然后女子被夫妻中的男子拳打脚踢打倒在地。 民警接报后,将打人夫妻带到警务室,同时联系姚二玲对被打女子进行救治。 经审讯,打人夫妻男的姓陈,女的姓刘,在经轨车厢内,因拥挤与四十位的猪女士发生口角推丧。 列车抵达重人路站后,陈某与妻子刘某追打朱某去站台。 陈某一拳将朱某打倒在地,并用脚猛踢倒在地上的朱某,后被其他乘客拉开。 根据相关规定,警方对打人的夫妻给予丈夫拘留15天,并处罚款500元,妻子罚款500元的处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